多年前陈思成和佟丽娅在一起的时候 也被很多人称为是狼才女貌的一对 但当年陈思成的出轨风波 真的是造成他和佟丽娅离婚的原因 陈思成和佟丽娅这对前夫妻 也算是娱乐圈里被议论的比较多的了 可以说是从结婚到离婚 几乎都有人在心疼佟丽娅 陈思成和佟丽娅相似 时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因为北京爱情故事这个电影 当时陈思成小有名气之后 就开始想自己做导演拍一个电影 据说当时佟丽娅去参加试镜 但没看清房间号误入了陈思成的房间 结果陈思成看见佟丽娅的第一眼 立马就沦陷在她的美貌下了 于是就对佟丽娅展开了追求 两人就这样顺理成章的在一起了 其实他们在一起之后有很多传闻了 虽然最开始他们没有公布恋情 但在很多人心里都默认他们在一起了 后来在他们合体参加快乐大本营的时候 佟丽娅直接在节目上当众表白陈思成 当时不仅是佟丽娅哭了 快乐大本营的几个主持人也全都哭了 但只有陈思成一脸尴尬的站在那里 好像根本没有料到佟丽娅跟他表白一样 本来可能还有人看好他们 但是经历过佟丽娅这段告白之后 陈思成的反应就让很多人都觉得 他似乎并没有想好好跟佟丽娅在一起 就连佟丽娅要抱他的时候 他都显得不情不愿的 其实当时就有很多看了节目的人 劝佟丽娅看清陈思成的真面目 但当时他们已经是热恋的状态了 最终还是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刚结婚的佟丽娅看着还幸福 后来他们还迎来了他们自己的孩子 但后来关于陈思成的瓜越来越多 有很多差不多等于把陈思成捶死了 但关于这些瓜陈思成也没有解释过什么 可能佟丽娅最终也意识到了有猫腻 所以两个人的互动也变得越来越少 然后网上一直被传他们的感情破裂了 果然最终他们还是官宣了离婚 不过离婚后佟丽娅似乎变得更漂亮了 整个人给人的状态都好了很多 甚至他还主持了春节莲花晚会 还因为各种美若天仙的造型上热搜 很多人都说离开了陈思成的佟丽娅 似乎才是真正的做回了自己 给人解救世女王自信放光芒的感觉 但是陈思成的真面目其实从最开始就暴露出来了 那佟丽娅没意识到他们走不长远吗 还是说他们离婚另有隐情呢 其实陈思成对佟丽娅意见钟情的时候 佟丽娅就觉得陈思成作为一个导演 肯定什么样的美女都见过 所以当时佟丽娅并没想着答应陈思成 不过他们之所以能在一起 其实离不开杨幂在背后的推波 因为当时杨幂和佟丽娅情同姐妹 所以杨幂自然知道佟丽娅内心的顾虑 佟丽娅当时甚至还有点自卑 觉得陈思成不是自己能够驾驭住的人 就算真的在一起了 佟丽娅也觉得她不知道怎么能走下去 但杨幂当时一直在佟丽娅身边鼓励她 陈思成的软模硬泡加上佟丽娅的鼓励 没什么感情惊变的佟丽娅就被攻下了 而且结婚之后的佟丽娅过得并不幸福 虽然陈思成当时已经是公认的不靠谱 但佟丽娅父母的思想比较传统 觉得佟丽娅结婚之后就应该好好过日子 如果离婚的话一定是一件丢脸的事情 可能是受父母这种思想的影响 佟丽娅在婚姻当中似乎真的着作了 因为看起来陈思成才是主导婚姻的人 而且在很多二人合体采访的视频中 都能够感受到陈思成对这段婚姻的不负责 比如在一次接受采访时 陈思成和佟丽娅被问到如何看待出轨 陈思成竟然直接说他觉得这个世界上谁都会出轨 当时他和佟丽娅已经结婚一段时间了 很多人都觉得就算是镜头潜力人设 他也不应该说这样的话 更何况佟丽娅当时还在他身边坐着 听完陈思成这个迷惑回答之后 旁边的佟丽娅也显得很局促不安 只能尴尬的笑着 而且佟丽娅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太大反应 甚至有一种习以为常的感觉 后来佟丽娅独自在外拍戏的时候 陈思成就被狗仔拍到身边有两个女生 并且一整晚都给他们待在同一个房间里 直到第二天才再次露面 被狗仔拍得那么清楚 陈思成就是想辩解 估计也没什么理由 而且陈思成当时确实没有做出回应 佟丽娅对这件事也一直保持沉默 可能是一件又一件的事情累积起来后 佟丽娅彻底对陈思成失望了 所以最后还是官宣了他们离婚的消息 其实从很多细节里都能感觉到陈思成并不是一个可以托付的人 而佟丽娅最后选择离婚 应该也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一天一天让人失望的婚姻生活 就算是佟丽娅从小受到父母的效益 可能也不足以让她继续坚持下去了 不过佟丽娅和陈思成离婚后 佟丽娅做了什么 才让陈思成终于忍不住揭开了她和佟丽娅离婚的遮羞布 严承旭又为何爆出要和佟丽娅结婚 严承旭作为娱乐圈的不老男神之一 她的恋情其实一直都很受关注 多年前她和林志玲在一起后又分开成了很多人心里的遗憾 但没想到还没等到两个人复合的那一天 就先听到了林志玲要结婚的消息 严承旭和林志玲也就成了一对一男评 不过严承旭和佟丽娅最近却又传出绯闻 其实自从和陈思成离婚之后 佟丽娅一直都没有传出过什么绯闻 差不多都是专心搞事业 最近有人爆出一张照片 照片中严承旭和佟丽娅失之紧口 两人都笑得特别开心 最重要的是他们背后竟然是某民政局 当时有不少网友都在猜测 难道佟丽娅和严承旭已经领证了 当时还有营销号发出这个照片 说严承旭可能已经和佟丽娅结婚过了 这一波新闻下来有很多人都信以为真 但最后通过吃瓜网友的深挖 发现这张照片竟然是一张剧照 只不过路透被人拍的就像狗仔拍的 所以引起好多人的误会 可能也是佟丽娅实在没什么绯闻了 所以还是有人拿剧照出来营销佟丽娅 但反观陈思成的口碑就不太行了 虽然这些年他专心做导演 拍了很多票房还不错的电影 但是关于他的那些传闻也没少过 就算陈思成把他们的婚姻的遮羞布揭开 遮羞布下面恐怕也都是他做过的事情 很多人都说他这些年传过的花边绯闻 还是好好的放在遮羞布下吧 毕竟现在比较受欢迎的还是佟丽娅 但因为他们有一个孩子的缘故 所以很多人都觉得这个孩子可能是最大的受害者了 本来可以在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里成长 但现在等待他长大以后 说不定还会看到网络上的很多言论 对这个孩子来说无疑是一种伤害 据说现在他们的孩子跟着佟丽娅生活 他们在名义上依旧是一家人 不过婚姻已经变质 他们的孩子就显得有点无辜了 当初陈思成和佟丽娅结婚的时候 你看好他们的婚姻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